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T科报 我是T科报特派员猫路口 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超快的啊 2022年已经接近年底啰 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完成什么 梦想清单或人生规划呢 像我呢最近有开始看到很多人开始做理财规划 毕竟现在买车买房支付日常开销都越来越艰难了 大家应该都蛮想要有额外的收入吧 很多人已经开始强势自己入股投资 但大家真的有正确的投资吗 还是看运气一阵乱买呢 新闻爆什么股票就买什么股票吗 产户投资在股票市场里就像小鱼在大海里迷路 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很有可能没赚到钱反而倒赔哦 所以正确的投资和学习管道就很重要啦 在买卖股票之前 如何选股应该是大家最头痛的部分 所以呢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几个帮助我们 掌握股票市场的APP以及它们主要的功能 每个APP都有各自的特色 很适合投资理财新手哦 第一个APP是喜马尼公司制作的艾蜜莉定期股 应该是许多投资新手最常听到的APP哦 它有帮大家整理了各档股票分析 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的红绿灯估价系统 注册成功后组页面会出现可以勾选红绿灯估价的市场 完成之后页面上邦的选条就会显示红绿灯 点选下拉之后会看到河流图和股价光谱 这三个选项的差异在于选股的保守度 如果是投资新手的话建议选择红绿灯算法来选股哦 艾蜜莉会根据股价的行情计算这档股票现在是不是值得买的时候 股价小于便宜价的话可以考虑买进 如果股价大于合理价 或你觉得获利已经够了就可以考虑卖出 这个APP对建议投资的股票筛选非常严格 虽然低报酬但也低风险 很适合新手做定期投资哦 另外如果你喜欢的股票还处于合理价甚至昂贵价 可以先把这档股票加入你的自选股 等它落入便宜价的区断时系统就会提醒你可以买进了 除了选股的建议之外呢 APP设有影音学习专区 艾蜜莉会在上面定期更新文章和资讯 大家可以付费结束讨论区和社团 除了可以跟其他投资人一起讨论股票 也能看看其他投资人为何选择买进或卖出 互相参考一起进步 毕竟有伙伴一起学习效率最高啦 接下来呢 这款APP是三族设计公司制作的看盘APP 里面提供目前市场的主流趋势 近期最夯的股票 还有回测盘名等等资讯哦 新闻快讯跟PPT讨论版也有 想要试试看每档股票 也可以利用它的简易看盘模式 点选进入各国页面 右上角加号旁边的看盘页面 可以随时follow各股最新动态 不用一定要开电脑看 点加号的话也可以把个股加进自选群组哦 然后呢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策略页面 里面呢有提供不同方式的选股清单 可以依据每个人的需要去选择自己想投资的类别 例如技术面选股着重在均线KD等指标 基本面选股着重在企业营收和毛利率等 想跟着大户或法人买进的话 那就可以选择筹码面选股 点进分类还可以看到主力动向 如果还不清楚自己想依据什么条件选股的话 这里有一个AI选股 直接帮你挑出近期精选的十当股票 它是用类神经网络来分析选出潜力股 非常适合刚入门新手或股票散户使用哦 这里最下方还帮大家整理出六个策略清单 大家可以选定自己喜欢的股票类型 连选清单就会直接导到同整号的股票页面 例如我想要存款的话 这个清单就专门列出高股息的定成股 我就可以滑动页面看我喜欢哪一档股票 如果Apple帮你定的策略你都不喜欢的话 也可以自定策略清单哦 点选新增自定策略 系统会跳出所有条件让你筛选 例如我可以选成交报答量 MACD指标成黄金交叉这两个条件 系统就会自动过滤出符合条件的股票给我 按下完成后 每天系统都会根据这两个条件 将当天符合的股票列在这个清单里 这样每天都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自己想投资的股票类型啦 好第三款呢要介绍的是筹码K线 这款功能也超齐全的哦 在新会员注册后会有一连串的基本教学 包含一些选股知识啊 股票名词解释等等 对于看盘新手超友好 避免看线图看了老半天还补萨萨 大家可以先汇入自己目前持有的股票 所有的股票报价 报酬审议领席状态都会汇集在这个APP里面 方便你每天追踪哦 另外一个页面也有倒价监控功能 点选右上角的更多或进入各股页面 点选左上角向瞄准器的符号 就可以设定在股票价格多少时让APP通知你哦 选股页面的上方呢 跟刚刚提到的三组制选股一样 有分自定义的策略和官方设定好的策略哦 比较特别的是它还有券商这个选项 你可以看当日券商在各档股票的买卖情况 官方这个页面点进去左侧会有筛选条件 会有五种观察角度可以选 看你是想要以多方还是空方角度选股 或是也有正在波动的即时股票 如果不懂这个方类 可以点选右下方查看条件 会有目前波动的解释和选股的建议哦 当然也有大半页面可以追踪 国际股市、期货、外汇等等 讨论版也在这个页面哦 但你想看新闻或相关文章的话 动向这个页面可以看那些近期的市场快选 个股研究等等 旁边的影音专序还有Podcast可以听 提供投资新手很多参考的平台 最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有趣的APP哦 它是可以学投资也很好玩的 在正式入金之前大家肯定都会怕怕的吧 所以呢介绍这款模拟入股的APP 它叫Trading Game交易游戏 这款呢国外发行的APP 内建繁体中文版本 所以你不用担心看不懂 而且它完全模拟真实的股票市场 在模拟入股之前APP主页有一个学习页面 里面有关股票投资的教学 学习完毕之后呢可以使用下方这个水塘烧烤 测试自己是否完整了解哦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进入模拟市场交易哦 这款APP很特别是它的市场波动 是跟真实世界联动的 所以呢你可以真正体验买入卖出的情况 能够帮助第一次踏入股市、外汇、期货、 交易市场的投资新手 不用担心赔本也可以一直练习 搭配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几款APP 你就可以一边学习观察股市 一边实际上手操作了 以上几个APP大家都记住了吗 其实不论在人生什么阶段 投资理财这种事真的不嫌万哦 毕竟有开始就会有机会 大家可以多多尝试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 这样呢你可以一边增加收入 一边享受生活 但也要记得 投资有报酬就有相对的风险 除了谨慎投资之外呢 也要做好理财规划 买股票前要审慎评估自己的经济能力 也要熟悉市场的操作哦 希望今天介绍的几款APP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你有什么好用推荐的理财APP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那今天的Ticker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次记得按赞跟分享 开启小银铛 拜拜 拜拜